今集跟大家說一下隔山買牛 我沒有收發展商錢的 純粹是個人的親身經歷分享給大家 為什麼我們會做這麼高難度的事呢? 其實是因為我們一家四口 加上狗和鸚鵡是很難租房子的 再加上當時英國回香港要隔離21天 所以我們就決定了做一件人生最誇張的事情 就是在香港online買樓 我們先上網做功課 看看哪些發展商比較大型 難尾的機會率也比較少 畢竟這麼遠買 我也害怕的 英國其實是由幾個部份組成的 當中包括有英格蘭、蘇格蘭、威爾士和北愛爾蘭 而英國的北部的樓價普遍都是便宜過南部的 但是北部又冷過南部的 那我們怎樣選擇我們的目標的地方呢? 首先第一件事我們就是要想想去哪裡住了 倫敦應該是很多人的首選 因為是首都嘛 但是樓價貴到瘋了 所以我們就再看了Bristol、Redding和Cardiff Cardiff就比較適合一些退休人士去的地方 雷丁都貴的 而且都多香港人 中部有白鳴漢、諾定咸 這兩個地方都比較多香港人選擇去那裡落腳的 再上萬次斯特更加不用說了 簡直是熱門地方 一落街基本上好像四個有一個是香港人 很誇張 再上一點點呢 我也有朋友在紐卡蘇住的 另外去到蘇格蘭了 格拉斯哥和愛丁堡 都一樣有香港人選擇在那裡落腳的 因為相對樓價也會便宜 所以也有不少香港人選擇在北部生活的 那樓價的分別大概可以怎樣呢? 我們選了Barrick Homes 其中一個英國很出名的發展商 我們看到格拉斯哥的樓 三房至四房 新樓20多萬左右起了 有些三房三十萬左右 我估計那些可能是獨立屋 因為應該有分獨立、半獨立、排屋 獨立當然是最貴的 我們再看看倫敦的樓價 一房已經是四十多萬磅了 其實樓價都貼近香港了 再看看Bristol這個南部城市 樓價介乎在三十多至四十多萬之間 三房至四房的單位 半獨立屋已經環境好過香港很多了 所以如果大家的預算不是太多 其實我覺得Bristol周邊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接下來我們就要開始看數據了 因為數據是不會騙人的 所以我們第一件事要做就是 Copy Postal Code 然後上這個Street Check 去查一下究竟我們這個 Postal Code 裡面有些什麼 你進去打開Postal Code 你會看到很多資料可以看的 譬如附近有些什麼區 樓是怎樣的 人是怎樣的 文化是怎樣的 附近有些什麼設施 甚至是寬頻上網有幾塊都可以看到的 而最重要最重要就是看這個罪案率 罪案率是直接和你人身安全有關的 可以逐個月看數據的 你看到這個Postal Code 其實它的罪案率是非常低的 因為是個位數字 你可以試一下不同的地方 有些是幾百的 嚇死你了 第二樣要看的 亦都是和你息息相關的 現在我們是買房子 一住可能是幾十年了 所以我們可以上這個Climate Central 這個網站 就可以看你住的地區 在未來的時候會不會水浸了 因為全球暖化 海平面都會上升 所以確認也對 還有一個香港的家長 都一定很緊張的 就是學校 在Lowcretting.com 進入你的Postal Code 就可以找到的 你可以看看Postal Code附近 有什麼好的學校 小學 中學 都可以看到的 好像這一間 Secondary 很一般的 Required Improvement 這間綠色很穩固 這間綠色是Outstanding 香港很多家長很喜歡 小朋友讀Outstanding學校 所以那區的房子是特別貴的 不過當然 數據 子宮參考 都不是每一間學校都齊 不過涵蓋了大部份 所以都不失為一個很好用的工具 這個網站大家都可以復印 再之後還有一件東西 我們要檢查的就是Google Map 這東西很好用 上去進入你的Postal Code 進入後 你就可以大概知道 樓盤在哪裏 你就可以開始看看附近有什麼 我自己就用來看Supermarket 第一件事 因為我們要看看 由家去Supermarket 買東西大概要多久 好像我們現在在看Barrick這個盤 由Barrick的盤去Supermarket 大約6分鐘開車 算是很近的 2公斤 6分鐘都非常可以接受 有一個Texco Superstore 旁邊我還看到有Vatrol 這個也是其中一個賣點 如果近Supermarket的話 絕對方便到你 因為在英國不是每一間屋都近Supermarket 不像香港那樣方便 另外你還可以找來看看診所 在哪個位置 我自己就還有找一些公園 因為我養了隻狗 那當然要放狗 游站 看看近不近游站 太近又不好 太遠又不好 另外我都會用Google街景的功能 丟個人進去看一看 看看自己喜歡不喜歡 因為有時候 合眼圓的東西都很重要 我還會丟個人仔進去盤 看看 畢竟你買樓 周邊環境 看一看都很重要 你看到這裡 全部都是住宅區 相對來說應該都安靜 選好之後 你就可以直接打電話給發展商 發展商跟你交易 是不需要收你任何佣金 所以我那時候打去 也可以麻煩他們安排我們 飛山看樓 因為我們在香港 另外在Facetime看樓之前 我們都上去網站 看到很多有用的資訊 例如有幾個泊車位 通常都兩個起跳 也可以看到整個發展的藍圖 看到房子的座向 另外也可以看到盤的位置 很多很有用的資訊 也可以360度看房子 在電腦前面 Facetime看都是看這房子 不過互動性高一點 有問題可以馬上問發展商的銷售 還可以看房子 話說我剪片的時候 我已經到了英國了 當然是帶大家實地去看看這房子 對吧 一進門口 一打開這房子 門口對著的 真的是 就是廁所 客廁 這是黑廁 這個磚真的鋪到這樣 如果你想鋪完整個廁所都是磚 是沒問題的 課金就可以了 好像DLC 打機一樣 買樓也要DLC 這個廚房 進來開放式廚房 上面這塊木的worktop 一樣 如果你想轉做石 是可以的 都是DLC 對 這張洗碗碟機 應該都有跟著的 不過一樣 如果你想漂亮一點 都是可以加錢upgrade 有其他的型號 和牌子 英國的水喉很流行 三條薄在一起 右邊是洗碗碟機 左邊那條是洗衣機 中間打直當然是升盤 所以千萬不要實在一堆水 就倒灌到洗碗碟機和洗衣機 另外牆身就不流行鋪磚 如果要鋪磚就可以自己來 廚櫃也有包 當然也一樣可以課金 升級更好的型號 爐頭 這個盤是用煤氣的 也有煤氣爐頭 有焗爐 洗衣機 一樣 全部的廚房電器都是可以upgrade的 都很彈性的 雪櫃也是金張的 英國的房子 有些地方是沒有煤氣的 所以如果沒有煤氣的地方 就是用電爐和電熱水爐 可能會貴一點點 電費 另外樓梯底 這裡就是一個雜物房 連上網網塔放的位置 新屋的設計都頗通透 空間感很好 如果以兩房 即是兩人家庭 可能再加一個小朋友 都頗適合 感覺很舒服 不過留意一下 示範單位 看到很多東西都是子宮參考 比如天花燈 還有長身 家具都不會存在 長身應該交樓的時候是白色的 要自己來的 地板 現在這隻地板 應該都是DLC 因為如果沒有加這個DLC 你的地板是水泥地 另外這個就是控制暖板的控制器 還有這個 空面的燈 也是DLC 我們上樓上看看 他們很流行地下 就是鋪磚或地板 樓上就是鋪地毯的 補暖和隔音 我撐過了 這些長身 有一點空洞的聲音 因為它是木朗 跟香港那些有一點不同 香港那些長層 多數都是石屎 磚 磚 上來一樓 就是洗澡房 浴室 看到大浴缸 標準配備 磚就不是鋪上頂 也可以加DLC 鏡頭也不存在 你交樓的時候 不過Barrick的樓 看起來 質素也不錯 始終Barrick也是英國三大發展商之一 座廁洗手盤也標準 另外 上面這個位置有一個 SHAVER SOCKET 要加錢 我們看看主人房 這個主人房不算很大 但二人家庭家的小朋友 真的夠用 三邊下床 這些很基本 另外看看主人房的套餌 它們叫ENRETE 很有趣 而且它們的抽氣扇 就是裝在頂上 我發現暫時 我看到 因為我不是看了很多本 Barrick是這樣的 另外我看到 Taylor Wimpy 就下了一點 看一看主人房的套餌 一樣 半轉 一樣DLC 棋缸 只有一個浴缸 正常 因為通常on street 都做棋缸 天花燈 一樣不包 自己來 示範單位 它們的抽氣扇 就比香港小 一樣是黑廁 洗手盆 暖板 廁所 是標準的 好 看一看門後面 有一個 儲物空間 挺有趣的 它只有半層 因為下面是樓梯上來 頭頂的位 所以就了少少位置 就剩下半架 另外這個衣櫃 訂造的衣櫃 是 價錢選擇 但它們訂造衣櫃 就很有趣 它們沒有地板 衣櫃 直接就是地毯 就是幫你裝幾個框 幾塊板 我問過也要1000磅 少少間隔 那 值不值得見仁見智 你不想麻煩的話 就叫發展商幫你做 選擇裝修的時候 如果你想省錢 就IKEA 便宜漂亮 好了 先出去 中間的浴室 抽氣扇 又是在頂上 另外你看到煙霧感應器 這塊是上去角樓 不過發展商通常都不建議你放東西 另外一間房 跟主人房的尺寸都差不多 少了一個獨立的廁所 就是少了一個廁所 就是普通睡房 一樣 這個也是示範單位訂造的衣櫃 都是不做地板的 所以到時你能不能加 就見仁見智了 總括來說 這間房的質素都高 手工都不錯 這間房的型號叫做 CANFORCE SPECIAL 兩房單位 324995磅 以南部來說 中虧中舉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